按一下评论列表里面的某一个评论内容 可以去回复这条评论 先去修改一下这个评论的试图 打开内容页面的这个试图文件 找到评论内容这块试图 在它的这个包装上面 我们可以去给它bind一个tap实践 用一下ontapcomment这个方法 来处理点按评论内容的行为 再添加两个自定义的data属性 一个dataid 它的值可以给它绑进一个评论内容的id号 item下面的id 再添加一个dataauthor 绑定一个评论内容的authorname 这样在底按这个评论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得到被按的这个评论的id号 还有这条评论的作者的名字 打开内容页面的逻辑文件 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ontapcomment这个方法 方法接受一个invent参数 就是试件参数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nestset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数据 可以先把focus设置成true 再设置一下文本框的这个占美符文字 placeholder 定的值可以是一个字符母版 回复 后面可以加上评论的作者 这个作者的名字是在invent currenttargetdatasetauthor这里面 回复的评论的parent这个属性的值就是被回复的那个评论的id号 这里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下comment里面的parent这个属性的值 评论的id是在invent currenttargetdataset下面的id 就是发生点事件组件上面的这个dataid这个自定义的属性的值 这样在发表评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再给它添加一个parent 它的值就是this data comment里面的parent这个属性的值 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去简单的用一个spread的操作符 把this data comment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到这里 离开文文框会调用unblur comment的这个方法 在页面上我们可以添加一个unblur comment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调用一下this set 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数据 先把focus设置成false 再把它的placeholder设置成一个空白的字符 下面我们可以再到模拟器上面去试一下 先找到想要回复的一条屏幕的内容 按一下它 这个文文框上面会显示回复某一个人的评论 再输入评论内容 按一下回车 在这个评论里面 你可以找到刚才发布的这个评论内容